中澳大战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呢 现在中国要把这个澳洲压下去 他说这一代我说了才算 但是澳洲呢马上跑到G7告状去了 告状之后有好结果吗 带你快来看 哈喽大家好我是志玉 今天我们的大世界周二版呢 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主题 我们通常呢都跟大家提到地缘政治 但是呢其实在地缘政治的背后 有非常多很有意思的小角力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 那我们今天呢就来看到的是 中国跟澳洲之间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中澳之间的关系 就不用我赘述了吧 大家这个两国关系 应该已经是完全撕破脸的状态了 而且呢甚至我自己这样觉得 甚至好像比中美之间呢 要更加恶劣那个关系 因为中美之间毕竟两个大国 他们有千丝万缕的一个经济的依存度 美国很多企业呢 必须要在中国市场赚钱 然后中国呢某种程度上 它依赖很多美国的技术啊 跟一些商品 所以呢他们还不算是 你说他们关系非常紧绷 但是完全撕破脸吗 嗯好像也没有 因为呢双方的高层还是伺机找机会 可以有一些合作的机会嘛 我们看到的像拜登总统不也说吗 希望可以见一见这个习近平主席啊 呃双方还是有合作的空间等等啊 不会真的把话说的那么绝嘛 但是呢中国跟澳洲就不是了 这是完全撕破脸 而且呢话是越讲越难听 那背后呢我们就来看看 这两个国家 如果你以经济体来论的话 这个澳洲应该不会是中国的对手 但偏偏澳洲手中呢有一项 大家称作武器吗 呃它就是中国非常需要的铁矿砂 中国呢应该是全世界最大的铁矿砂的一个需求国家 所以呢呃它大量的铁矿砂要从澳洲进口 因为呢澳洲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他们很多非常珍贵的矿产 所以呢中国大约有60%的一个铁矿砂进口 都是跟澳洲买 所以呢这个澳洲这就是他们很重要的武器来跟中国抗衡 但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吗 好像没有耶 呃你整个经济体的比较呢 澳洲是没有办法像中国一个经济体那么大的嘛 中国都可以跟澳洲你的老大哥竞争了 那澳洲你这个小弟就嗯感觉有点被压着打 但是呢我们来看看最近哦 这中澳之间非常有意思的是 呃一带一路呢最近又成了话题 因为呢这个澳洲直接把他们的一个 维多利亚省啊就是不让你再跟这个 呃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嘛 那本来呢这一带一路哦 这个澳洲也是中国合作的伙伴哦 但是现在撕破脸那也就不用怎么合作了吗 所以呢大家就是嗯见招拆招咯 那我们就来看看最近呢 中澳之间在经济层面上啊 呃非常有意思的地方 首先我们来看到最近澳洲去参加了一个国际会议 G7 然后呢到了会议当中啊 大家还知道G7的结论呢 最后有一个呃这个会后的宣言 然后会后宣言呢 哎提到了中国就说中国是一个大的挑战 所以呢我们G7的国家呢 大家就必须要好好的携手来共同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咯 但是台面下澳洲的这位总理莫里森啊 偷偷摸摸带了一点点小抄 然后呢到了这个会议上头去 然后偷偷把小抄塞给马克宏 偷偷把小抄塞给G7的其他的一些大老板们 哎干嘛 告状哎 为什么澳洲啊这个吵不过中国打不过中国被中国经济制裁 然后呢到处去找老大告状去了 很像这个小朋友哦 打架打不过去找老师了 好那马克宏老师啊 拜托帮忙生冤 那什么告状啊 哎这个莫里森他就拿了一份文件 然后这个文件讲说你看看 中国的战狼外交多可恶威胁我们澳洲 看我们呃这个小国家 然后这样欺负我 然后呢哎这个文件一打开 这文件是什么 就是呢有一回中国的外交官 然后他对澳洲政府有非常多的不满 所以呢他就是庆竹南书啊 写了14项对澳洲政府非常不满的点 然后呢叫澳洲政府回去好好检讨 每一份每一条你都给我检讨 为什么你一带一路不好好合作 你给我检讨 然后呢又讲说你为什么欺负华为 你给我检讨 然后又讲说你为什么一天到晚讲 然后支持新疆支持香港 你给我检讨 然后一大堆啊写了一大堆 然后叫澳洲政府好好检讨 哦还有一个 这个澳洲不是带头说我要查COVID-19的起源吗 他说都是这个中国制造的生化武器 你然后这个中国很生气 所以呢庆竹南书14项当中 哎就有其中一项 叫澳洲政府好好检讨 然后莫里森就偷偷摸摸拿这份文件 跟马克宏你说你看 他怎么检讨 我怎么检讨 哎这个马克宏看了之后就觉得 哎呦这这个中国这个外交 怎么真的这样子哎 这样会威胁一个国家政府 呃所以呢在G7当中 大家看到这份文件就有一点同仇敌忾了啊 不只是这个法国的马克宏啊 呃包括像德国的梅克尔啊 还有像是这个意大利的一个呃 这个他们新的一个总理啊 哎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份文件啊 都觉得一个国家的外交官去威胁另外一个国家的政府 然后拿了一份这样指责的文件 不太妥当 不太符合外交利益 所以呢在G7当中呢 就有这样的一个私底下的讨论了啊 好那这个就是呢 这个澳洲去告状的一个过程 告状有用吗 呃这个告状当然有一份声明说 大家对抗中国的挑战 但是实质上 澳洲还是得要独立来面对 中国的经济上的压迫嘛 我们来看到最近呢 中国其实啊 偷偷的也不能讲偷偷的 就是顺道的坑了澳洲一把 为什么 其实现在经济上 大家都热烈讨论就通膨的话题嘛 那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呢 其实啊 他也有通膨的压力 那最近呢 这个中国在应对通膨的压力的时候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 他要压抑大宗物资不断的飙涨 那当然啦 这个大宗物资要飙涨啊 就会造成这个中国在经济上面的一些伤害 所以呢 中国现在就出手啦 那特别呢 这个大宗的是铁矿沙 刚刚我们开宗明映告诉大家 很多人说这个澳洲在面对中国的经济压迫 他一个武器就是铁矿沙嘛 那这个铁矿沙呢 的确 他的价格最近在飙涨 那飙涨当然有他背后的原因咯 那一个呢 就是因为中国的 从疫情复苏的经济状况 复苏的很快 然后所以他 全部要重建 那需要大量的铁矿沙 然后呢 呃 现在铁矿沙不断的飙涨 所以呢中国说这样不行 所以北京当局呢 包括像是李克强国务院总理就讲了 他说要压抑这种黑色系金属的一个价格 因为呢这个价格不断飙涨会造成通膨移植很严重嘛 所以呢他们说不行不行要压抑一下 所以呢就看到了这个铁矿沙的价格哦 被中国打压下来压下来 他怎么个压法 他就直接啊找了很多的这些钢铁的企业来好好聊一聊 聊一聊说你到底为什么要让他涨价 你们中间是哄抬吗 你们是集体的炒作吗 那你们要不要好好检讨 哇这样的一场会议之后啊 马上呢这个铁矿沙价格嘣的就开始往上掉 那大家刚刚讲到啦 中国是全世界啊 这个最大的一个铁矿沙的需求国家 所以呢当这个中国 他的一个铁矿沙价格开始往下掉的同时 全世界的一个价格也跟着往下掉了 那这个澳洲是铁矿沙大宗的出口国嘛 所以呢他的铁矿沙价格也开始往下掉 那这个全世界的一个铁矿沙价格往下掉之后呢 这个澳洲当然他出口的价格就会变便宜了嘛 那对中国有什么好处呢 中国可以买到便宜的铁矿沙呀 那是不是很好呢 一方面呢这个中国压抑铁矿沙的价格 可以让这个下游的一些企业啊 他不要受到成本上涨的压力 另一方面呢 我就从澳洲买很多低价的铁矿沙咯 比较相对低价的铁矿沙 对中国来讲他一方面压抑了这个通膨的压力 一方面我又偷偷的弄了澳洲一把 所以呢这个澳洲其实对此也是恨牙痒痒 但怎么办呢 这个中国就是他最大的市场嘛 但其实呢 刚提到了这个澳洲手上这个所谓的武器铁矿沙 中国不是没有想办法要把这个澳洲我就不要跟你买 但现在状况是没有别人可以买 铁矿沙呢 其实除了澳洲之外 巴西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产地 但是呢量就跟不上 而且没有像这个澳洲铁矿沙品质那么好 但是现在呢 其实有另外一个地方 被称为啊 是澳洲的铁矿沙杀手 他是非洲的几内亚 这个国家啊 其实中国在这个非洲呢 其实耕耘很久 然后几内亚这个地方 他有大量的铁矿沙 那在几内亚这里的铁矿沙呢 呃很多量大 听说品质非常好 几乎可以跟澳洲不相上下 但是为什么没有开采 因为呢 这里的基础建设实在太差 而且几内亚的一个政局也非常不稳定啊 所以呢 这个一下子政变 一下子又政权颠覆 所以呢 你要在那个地方做一个稳定的一个铁矿沙开采也很困难 所以呢 这个几内亚的一个铁矿呢 虽然大家都对他寄予厚望 那中国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取代澳洲的铁矿沙来源 但是就很难开采 你开采了之后呢 你要有办法把他运到港口嘛 那边没有路 那你开了一大堆铁矿沙 你要怎么办 你要用牛车吗 你要用马车运吗 全部都是碎石子路 都是山路崎岖不平的 根本没有基础建设 你真的很难把这边的一个铁矿沙大量运出来 所以呢 很多人说了哦这个专家评估说嗯这个几内亚的这个铁矿的确很棒 优质量又大 真的可以成为澳洲的铁矿沙杀手 但是你可能得要给他时间 呃时间把基础建设做好了 大陆通到港口 然后呢才有办法可以大量出口 攻击中国的铁矿沙需要 所以呢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持续来追踪的一个话题 不过呢话讲回来就是铁矿沙的议题 澳洲又被中国坑了一把 好不过呢其实刚提到的中国通膨哦 通膨真的是一个大问题 因为现在不只是中国 现在全世界大家都在担心通膨 特别呢我们也要紧盯这个美国嘛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投资朋友 要认真来听一听这个通膨的问题了 好我们知道通膨呢 其实呃在这个疫情过后 现在的通膨危机啊 已经来到了一个哇不得了 有人这样形容说那个通膨的怪兽啊 已经来袭虎视眈眈 那给大家一些数字了哦 如果你去看这个 2007年的一个 当时的美国的一个基础利率有百分之五点多哦 那那个时候的CPI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才多少 他的一个年增率是百分之二点四六而已哦 那当然呢你这个你的利率比你的 这个物价水准的一个年增率要高的话 那就是大家生活的非常愉快咯 反正呢我钱放在银行 你看我有这个五百分之五的利息 然后我的物价呢 每年增加百分之二点四六 还OKOK啦 还有余裕呢 但是呢到了最新的数字哦 现在的一个基础利率几乎是到零吧 但是呢现在的一个CPI 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年增率 居然超过了百分之三耶 这是在美国的最新数字哦 那代表什么代表不行啊 呃痛苦指数很高 物价太贵了 我钱存在银行我根本没有利息收入 然后物价又这样年年飙涨 这样不行不行 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大家一直紧盯的看 到底美国要不要升息 那同样这样一个通膨的压力哦 在中国也是有的 刚提到了像这个铁矿沙这样的一个大宗物资哦 它都在涨价 那都在涨价 它就造成了中国的一个这个通膨的一个 这个比率哦非常高 那当然不行啦 那这个通膨很高的话 会整个影响到冲击到中国的一个经济成长率 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我们看到了一些客观的数据 比如说大宗物价的一个 这个大宗物资的一个指数很高啊 都在往上跑 那其实不只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铁矿沙的问题 像铜啊 还有像鑫啊 这些的价格呢 其实都一直在往上涨 那中国怎么样出手呢 刚除了我们看到了 它是在河北的唐山市 这里是中国的钢铁大镇 所以呢 在这里就开了一个这个中央的一个发改委 直接找人 找钢铁大厂来好好聊一聊 叫你们抑制一下这个呃 钢铁的价格哦 呃 唐山市就是唐山大地震那个地方哦 这现在变钢铁重镇了哦 那这个除了这个之外呢 现在呃 李克强还直接下令哦 把一些这个战略物资 呃 战略储备的一些 包括像是铁啊 新啊 铜啊 释放一些出来 希望可以把这个中国的一个 这个黑色系金属的价格压下去 为什么讲黑色系金属 因为它就是一些工业必备的一些原料 所以呢 把这个压下来之后呢 就可以让它的通膨回到一个比较健康的状况 但是呢 国际油价现在呢 还是持续的有在往上的一个趋势了哦 呃 这个油价呢 现在已经几几几几几几几要回到80美元了 还有专家讲到了年底可能哦 现在的这个油价会不会有机会上看三位数 100元有没有可能有机会 那目前可以看到哦 这个因为通膨状况底下 这个油价又开始要往上走了哦 那所以呢 如果你是投资朋友的话 那接下来这一段时间你会看到的就是 就是像中国 像美国都会开始出手要解决他们国内的一个通膨危机 所以接下来呢 呃你就会不断不断的听到类似的消息 哎呦哪一个国家为了因应通膨又做了什么 美国又怎么样联准会 那中国可能又要打压什么样的一个大宗物资的价格了 所以接下来如果你有投资的话 一定要小心呃避险为上哦 接下来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一些震荡了 好那么就是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哦 那特别呢这个通膨的疑虑呢 可以说不断不断在我们身边 大家在投资上一定要小心谨慎咯 那希望今天您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咯 我们下回见拜拜